第十三课 我是走回来的 课文一 在家 你终于回来了 从哪儿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啊? 都是从那边的商店买回来的 怎么还买红酒回来了? 谁喝呀? 这是给爷爷的礼物 明天我们一起送过去 看看爷爷奶奶 那我的礼物呢? 快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生词 终于 爷爷 礼物 奶奶 课文二 在家 我今天看见你和一个女的 进了咖啡店 她是谁啊? 她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 你们就一起去喝咖啡了? 是啊 一边喝咖啡 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 你回来的这么晚 是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吗? 不是 没有公共汽车了 我是走回来的 生词 生词 遇到 一边 过去 课文三 我的生活会更有意思 有她在 我的生活已经很有意思了 生词 生词 一般 愿意 起来 应该 生活 课文四 刚结婚的时候 我丈夫是中学老师 他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 一边吃早饭 一边看报纸 十年过去了 现在 他已经是校长了 因为太忙 每天早上我起床后都看不到他 晚上很晚他才回到家 我真怕他累坏了 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 多一些休息 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 生词 校长 坏 经常 练习一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 遇到 没遇到 遇到校长 遇到老朋友 他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 二 愿意 不愿意 愿意帮别人 不愿意游泳 我更愿意在家看电视 三 起来 站起来 拿起来 搬起来 坐久了还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会儿 四 礼物 一件礼物 买礼物 送礼物 这是给爷爷的礼物 五 坏 我真怕他累坏了 累坏了 忙坏了 饿坏了 我真怕他累坏了 我就不愿意 说